大家好 歡迎收聽《宏觀散打》 今天是2月1日 星期一 大家有沒有發覺今天聽錄音的質素是特別漂亮的 不是因為我換了聲音 也不是因為我之前做了什麼潤喉的措施 而是因為剛好出去外面做事 所以做完之後就順便一個八甲轉 就坐過來這裏錄製 當然設備漂亮很多 平時在電話上錄製 所以今天的收音質素就漂亮很多 也都再重提一下 今天的《宏觀散打》就是農曆年前的 跟大家聊的最後一次 因為星期三跟太太就會去美國 紐約探望老婆外交 過了一年後才回來 所以下一次再開咪 如無意外就應該是22日 如無意外就是說 不會因為交通的關係 航空的事故 或者天氣事故而回不來 或者回到香港之後 不會因為失聲病了 所以下一次開咪應該是三個星期後的事 今天其實就因為都出出入入 在公司那裏 所以其實沒有甚麼要坐定定 認真地看下哪一個題目 但是就看了幾個新聞 就有一點點有感而發 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我發覺 無論是投資者也好 分析員也好 其實最大的一個挑戰或者障礙 不是說你看東西有多厲害 你選股 選甚麼投資有多厲害 其實更加重要就是 怎樣去打破一個固有的思維 或者一個舊式的思維 或者一個是用了一段時間 或者聽了一段時間的思維 你怎樣去打破這件事 為何忽然之間會這樣想呢 其實今天就在出出入入的時候 就看報紙 看新聞 看了幾個新聞 所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講到 中國剛剛最新一個月份的PMI數字出 其實就沒有甚麼特別新意的 那個製造業的PMI 就持續是向下的 也都在50點以下的 不過PMI的數值 就比市場預期是叫略為好少少 但是都是在50點以下 顯示中國的製造業 就似乎仍然是在一個 持續地收縮的 但又不是叫做極度快速收縮 總之就是收縮這樣 所以這個數字出了之後 令到一些資源價格 比如油價 本來油價 都過去幾天 各種油價正在彈 今天早上在亞洲市開市的時候 其實都叫做企穩 又不是叫做再上升 但是中國PMI數字出了之後 油價就明顯地是跌了 好像跌了差不多2% 最新我不肯定是怎樣的情況 那麼就見到一些評論 就說中國的製造業持續放慢 經濟仍然是 就是增長速度是向下 因而影響這個資源價格 那麼當然順便就踩一踩中國的經濟 又重提中國的經濟問題 但是也都比較少的報導 就是講關於那個服務業的 或者非製造業的PMI 那麼那個PMI數字 雖然也是有少少回落的 但是因為上一個月 其實中國國家的PMI數字 就是升到16個月以來的一個高位 其實就是上個月突然跳升了 那麼今個月的回落幅度 就比較大 但是我想有一件事大家要理解 或者我們再重提就是 其實很多個不同的國家 這些經濟數字 在年頭或者年尾這段時間來講 其實都不可以捉得那麼緊 因為年頭年尾的時候 是很多一些節日的關係 亦都因為天氣關係 其實可能會影響了一些 譬如說你物料 甚至乎你生產 消費零售等等 這些數字在年頭年尾的時候 是特別地難觸摸的因素是大很多的 所以通常我們的做法就是 會將年頭年尾這兩三個月 可能會是以一個period 就是一個時段來看 而不是那麼簡單地劃分開 十二月一月二月這樣 因為這樣其實你不容易看到 而且很多時候會觸錯用神 但是問題就是似乎媒體也好 分析的也好 就是一個慣性思維 總之就是數字出就照理解 PMI下跌就是收縮 就因而影響了這個資源價格 就是那種很慣性的思維 好像完全是沒有想過發生什麼事 就說了出來就照報導 但是影響了 包括有些市場的人士 又照收又照做事 就是一連串的 就是如果在我們分析界來說的話 就是這些我們以前都說的了 做分析員來說的話 很多時候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他們吸收一些垃圾 然後又不架思索地 又照將垃圾報道出來 其實大家都是交功課 變成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都完全不思進取 第二個新聞看到的 就是關於南韓的貿易數字 那麼南韓的貿易額呢 就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減速 比市場預期是遠遠是差了很多 那麼也都看到有些報道 或者分析呢 就說因為南韓呢 那個經濟來說就很依賴出口 那麼而南韓的出口呢 也都佔的不同的產品來說 都比較多 所以有些人就用這個 將南韓那個貿易的數字 做了一個全球的經濟的一個寒暑表 那就是說南韓的那個貿易數字 哇就是遠差於人的那個預期 就是強差人意 那這個應該就是顯示 就是全球的那個貿易情況 啊經濟啊都不好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也都有少少是 就是慣性思維了 因為當然是南韓的經濟 是很依賴這個這個出口 就是製造業出口 那但是問題就是 全球經濟 是不是只是看南韓的這個 就是貿易數字 就可以充分地反映呢 這樣 因為南韓其實都面對很多一些挑戰 那麼在我們這個節目 或者宏館經濟和兩個拍檔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都都說 其實我們看南韓 或者特別我 我看南韓來到的話 其實呢 是會面對很多的一些挑戰 就是他過去來說的話 就是 怎麼說 那個出口為主的一些產業鏈 譬如說 就是半導體啦 就是我們叫做半導體啦 你手機啦 家電 譬如說電視機啊 那些這樣的話 那麼跟著汽車啦 甚至乎做船業呢 其實不同的環節 或者另外就是這個鋼鐵這樣 就是這樣啦 就是不同的環節 其實都面對很多不同各自的一些挑戰 手機 電視 這個東西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叫做 相當之飽和的地步 還有 也都接受 接下來也都會越來越多 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一個挑戰 那麼所以 南韓這方面的貿易數字 下跌 是不是就是反映全球的問題呢 其實不一定的 其實可能只是反映著 南韓自己本身面對的一個問題 這個又是了 就是又是一個慣性的思維 又是以前 過去幾年的情況是這樣的 於是現在看到一個新的經濟數字 由照版主觀 就照抄回以前的這樣的思維 評論分析模式 這樣 這樣就了兩個字 就照出街了 那 again 就是 投資者可能又是這樣啦 OK 看完這些 garbage 來講的話 又照用一個 garbage 的思維 又去做事 那麼這些又是另外一個 就是 我見到的一個問題 第三則 見到的就是 就是 就是關於中國的事 OK 那麼中國就 這個 他們叫做P2P Lending 就是網上的 一個個人的 一個 就是投資平台 或者 借貸平台 來講的話 這個其實都一直 都有說的 已經是 在過去這年幾 我想年半左右 其實是 那個增長是 三級票的增長 就是 語後春順 差不多可以用這個來形容 但是 今天來講的話 那個新聞就是 其中一個 就是比較大的 一個網上的 一個個人借貸的 一個平台 叫做 二租寶 好像也做 其實去年已經出事 已經被凍結了 也有數以萬計 甚至乎 十萬計的 這個投資者 的 資金 被凍結了 不是 那間公司的資產 被凍結 但是那些資金 就是現在 懷疑被 那間公司 就 挪用了 而 現在官方的 一個 講法 就是說 這間公司 是一些 從事龐氏騙案 就是龐氏 scheme 那間公司 背後 公司背後的人 其實就 私底下 就挪用了 投資者的錢 那他在這個網站上面 可能九成以上的 所謂叫做 投資的 一些個案 基本上 都是 老作的 就是沒有這些 但是 投資者的錢 扔了上去之後 就被這間公司 挪用了 那樣 而這間公司 其實他 就是 一路來講的話 就有不同的投資方案 或者投資產品 那樣 那樣 就承諾 就說 投資者可能是 就是 九個巴仙 至十幾個巴仙 的一個 年度回報 那樣 我覺得就是 這個其實 老實說 這個當然是一個騙案 如果根據 中國官方所講 這個是一個騙案 暫時都未可以 作定 但是 就懷疑是騙案 才算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也都在過去來講 其實都講過 就是說 可能 中國的投資者 可能他們 習慣了一個 思維 就是說 這些投資 是需要有 雙位數字的回報 才叫做 合理 就是 他們對於 投資回報的 合理性方面 是有一個 我想 跟國際上的認知 有一個幾大的差距 就是 我在這個節目都講過 就是 在國際上來講的話 一個叫做 高回報的投資 高投資回報的認知 或者大家的看法不同 但二來講的話 他們覺得 高投資 高回報的話 就不一定有風險 或者他們覺得 我反正都要給風險 那我就當然要駁個高一點的回報 就是 他們對於這個回報 和風險 這件事 有一個幾有趣的 一個 就是 不同的看法 而這個看法 似乎是 就是 過去 我想十多年 其實 都見過 不少 一些這樣的 例子 但是似乎 十多年來講的話 我不敢講 是同一批投資者 就是 不斷受傷 又再受傷 就是容易受傷的人 就再次受傷 但是可能是一些 就是剛剛 這一批 是一些新生代的人 就第一次被受傷 但是 希望就是這個 投資智慧 或者這個投資的 慘痛經驗 不需要說 每一代新的人 都要重新去學習 重新去拿東西 才叫做學精 而是希望可以 傳授下去 跟下一代的人說 喂 有這個問題的話 就將自己的 慘痛的教訓 就 傳授給下一代 那麽等下一代 不需要再重蹈 重新 重新去 由這個痛苦中學習 這就是今天 想和大家 講一下的幾則新聞 那 再次提一提 那 今集 散開就是農曆年前 最後一集 農曆年之後 才跟大家 討論一些話題 在這裏 就預祝大家 後年進步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OK 多謝 拜拜